故事发生在21世纪初的中国 传统地方戏曲很不景气 观众人群流失严重 贵州某县城的剧团被迫解散 结婚不久的小镇姑娘王贵湘失去了工作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她跟随丈夫来到了北京打拼 当起了最早的北漂一族 然而现实远非理想那么丰满 小两口的文化程度不高 也没有一记之长 到了北京无所为生 只能蹲在家外的一间小盆房 无奈之下 王贵湘做起了高风险职业 麦迭 欢迎收看小银电影 这一次分享的是哭泣的女人 王贵湘问老乡借来孩子打掩护 手上拎着各种盗版电影 站在街头逢人就问 碰到有意向的客户 她会拉开外套展示戏话 如果运气好的话 一天能挣个二三百元 偏偏在这一天 王贵湘刚做完一笔生意 就遭到两个警察的检查 手上的铁片 被全部没收 正当王贵湘想和老乡碰面时 却发现对方突然不辞而别 无缘无故留了一个孩子给自己 但更糟糕的事情 还在后面 她的丈夫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整日沉迷麻将总是输钱 当盟友提出 让王贵湘陪睡还债时 她顿时怒火中烧 打伤了盟友的一只眼睛 因此被抓去坐了牢 就这样 王贵湘和胡同里的其他盲流 一起被遣返回乡 起先她心里谈算着 攒钱去把账户宝释出来 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至少需要一万元才行 棘手的是 那个老乡已经临婚 远走他乡 而他没有经济来源 又要带一个别人家的三岁小孩 于是王贵湘找到了过去的情人 目前做殡葬品生意的陈刚 尽管情人已经成家立业 但王贵湘使尽卖弄姿色 仅没弄眼 两人瞬间旧情复燃 某日 王贵湘和陈刚 拖完床单不久 被丈夫打伤眼 见到麻友夫妇 居然找上了门 一开口 就是讨要九千元的医料费 王贵湘丝毫不想认账 临时一哭二闹三伤调 靠耍赖哭 敷衍走来讨钱的麻友夫妇 结果陈刚在哭声中 发现了大伤机 执意却说 王贵湘去从事哭丧 并表示以他不错的戏取底子 肯定能赚到不少钱 起初王贵湘死祸不肯答应 但想到丈夫保释急需钱 自己还要养一个别人家的娃 便养养牙 勉强同意 有了奋斗目标 两人很快行动了起来 陈刚先着带着王贵湘来到别人家中 学心讨教相关经验 接着他买通了火葬场的化妆师 提前一步拿到日后下葬的客户信息 他甚至还找到医院的熟人 掌握到即将定义室的病人名单 而王贵湘则制作了好几套哭丧戏服 在家中操练各种民间丧曲 果不其然 王贵湘做起这行可谓得心应手 首场葬礼上就一唱而红 日后被当地人誉为哭丧夫人 依靠专业唱腔和一流服务 主动上门的客户络绎不绝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他哭的花样越来越多 出场费也逐步抬高 其任陈刚作为他的经纪人 除了规定按照小时收费之外 还策划出绕梁三日 司令不安 美生花枪等多种套餐 因为当地人最重视出兵时的哭丧仪式 如果死者家属 没有想着天地的哭声相伴 会在风云数十里成为笑柄 只从后代也会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 为了求得笑的美宁 许多人会花大钱请人替哭丧 所以边价高达五百元的山崩低裂 妥妥地成为店内的爆款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王贵香接到价格最高的一单 服务对象竟然是一只宠物狗 一大拨人排了长队送葬 歌手乐队大造声势 唱的那个贵妇眼泪汪汪 可实际上王贵香的哭丧 只是一种表演形式 并不用在送葬仪式上真哭 一些不懂行的客户认为他不专业 会故意苛刻一些钱 而王贵香也是一个实践的扑斧 一手插腰一手比划 把客户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 幸好绝大部分的客户并不计较这些 整整两个月 王贵香的行程被几乎排满 赚到了将近万把块钱 他的日子也变得舒坦起来 还能时常给千里之外的丈夫 寄去一些补品 期间 好事也是接踵而来 王贵香准备去赔麻友的医药费 却不料对方带着前任去了北京 和原配妻子早已分到扬镳 见效的那笔钱也不了了之 于是王贵香决定将这笔钱一分两用 五千月用于自己和老乡孩子的生活费 剩下的钱用于疏通关系上 四日一早 他直奔监狱长的办公室 不仅送了五千元的红包 还把自己身体作为筹码 取得了监狱长的特殊关照 成功让丈夫可以提前出狱 过了几天 歌舞团的小姐们又介绍了一笔大单 说镇上有个大老板被混混做掉 家里人一定要请王贵香哭丧 并反复叮嘱 钱绝对不是问题 但一定要哭得震天喊地 让全镇人都知道 他的家人是最孝顺的 然而到了第二天 剧情开始急转直下 几个警察来到王贵香的家中 拿出了一张死亡证明书 原来王贵香的丈夫 怨育了三天 当他出现在小镇的时候 态度强硬拒绝被捕 警察只能开枪击毙 听到这个噩耗 王贵香却没流一滴眼泪 反倒觉得 从担忧中得到了解脱 还来不及理清一切 他又马不停蹄 奔赴大老板的葬礼现场 王贵香卖力地哭丧表演 周围是到处摆开的一桌桌麻酱 或许是想到丈夫被击毙 或许是想到自己悲苦的命运 他唱着唱着 悲从中来 第一次在葬礼上流下了眼泪 结果哭出了生涯的最高水准 随着手上的红包越来越多 他从嚎啕大哭到无语凝淹 泪水如清闻大雨般落下 最终 这部由四国联合拍摄 融合瑞士剧本大奖 讲述一个小人物通过哭三 来看待自己人生的黑色喜剧 悄然落幕 有今商业电影占据绝对主流 文艺电影的创作越来越步入困境 之前我们曾分享过不少 周围合拍的冷门家片 有描写百合之恋的植物学家的女儿 有讲述女性独立近视觉醒的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有表现女性试图挣脱 封建枷锁的局斗 也有讽刺华人传统习性的面子 仔细一看 其实不难发现 这些艺术电影中的女主角 往往是悲苦女人的形象 几乎都有着一段坎坷波折的风雨人生 导演把悲苦变成电影的调味剂 必真的展现在世纪观众面前 值得讽刺的是 这些电影在国外获奖无数 却基本在国内没通过审查 虽然获得了西方评委的认可 但也造成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再加上国内上映遥遥无期 艺术电影不得不走上了恶性循环之路 好了 这里是小春电影 期待你的留言和点赞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咯